不光是祭拜台教儀式也來出力 明明是台北市中山區的立委 國民黨委員蔣萬安這一跨 跨到南港區 參加宮廟祈福活動 替自己大大宣傳 當然有備而來 布置團隊搬來三大箱 競選萬安水 這一抖籤 寫得更是藏有選機 太遠了看不清楚嗎 沒關係 我們把鏡頭拉近 這寫的四個大字 就是台北市民啊 一下跨區跑攤 一下又想照顧全台北市民 企圖心很明顯 2022台北市長 我們都台北市民 我們主要是為台北市民來祈願 希望能夠在疫情的期間 所有的民眾都能夠安然度過 平平安安 平安健康萬事主義 看吧 就是不把話說死 而就在蔣萬安離開現場不到五個小時 身為港湖地主隊立委他來了 呆好呆慢 所有流程都沒少 曾經鬆口選市長 勢在人生規劃的民進黨立委高嘉瑜 也拚了 一被問到蔣萬安 還自己先挑戰過 其實我也常跨區到大直 中山區 所以互相PK跨區一下 本來就是很合理 是我們的日常 等一下 我剛剛聽到 他剛剛說互相PK是 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最近剛好在一個 大直的社區活動上 即將要PK歌聲 聽說蔣萬 蔣萬準備了三首歌 其中有一首告白氣球 那我也準備了煎熬 超高難度要好好的 妳說煎熬是第一次唱嗎 我有在節目上唱過 大家都聽了很煎熬 但我希望就是這一次的表現 能夠超乎大家的預期 因為 有認真練一下 這首歌就是實力的展現 實力的展現 新一天 愛就開始艱難 每一分 每一秒 哇塞 光用響的就很煎熬 跟蔣萬安的PK日 就定在12月13號 蔣萬安除了拿手的告白氣球 還會唱張惠妹聽海 跟五月天的致命與春交 而被封港無胖虎的高家瑜 也會一連飆三首 從徐懷 妙妙妙 到蔡依林經典歌曲 說愛你 還有李嘉薇的煎熬 這個週末從宮廟人氣站 延伸到歌后站 我不清楚耶 他們主辦單位 我知道好像會邀請民意代表 還有包括市府的長官 共同來參與盛會 這個是主辦單位的安排 我們都是配合主辦單位的要求 各次有男生女生封號 台北市兩大明星立委 都是2022台北市長 高呼聲忍選 記得畫面追求越SA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怕等出貨 等鬥用12月12日洗 跟著中天走 掰了活兒子 立刻訂閱Youtube 中天電視頻道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完全免錢 同步下載中天快艇TVM 一鍵看中天更方便 訂閱中天 守護台灣 摔牌加一 小鈴鐺